下午好 我是嘉炫 欢迎收看8月19号的东运征荣耀 大马接而在今天早上又传出喜讯 田径选手穆海扎在男子马拉松 跑出了2小时31分51秒的好成绩 力压全国的记录保持者陈鸿龙 为大马夺得了铜牌 这也是大马相隔44年之后 在马拉松项目重新夺得奖牌 而新加坡的26岁长期代苏瑞勇 以2小时29分26秒成功捍卫金牌 印尼的阿古斯则以2小时31分19秒 屈居第二名获得了银牌 接着让我们来换个焦点 22岁的新加坡奥运游泳冠军约瑟琳 昨天向大马人道歉 虽然他强调自己的谈话已经被断章取义 约瑟琳是因为在结束了世界游泳锦标赛之后 发表了前来大马后院教训大马选手有关的言论 而引起了大马人强烈的反弹 随着约瑟琳昨天道歉之后 有网友就认为运动员要谨记交者必败 也有网友讽刺 这就是一招得志与无伦次的后果 但也有网友指出 既然都道歉了 就得饶人处且饶人 最后有国足的消息 我国的足球队又虎 在本月的16号对上了速敌新加坡队 大马仗着主场的优势 在下半场逆转胜以2比1取胜 让在场的大马球迷非常的兴奋 日前社交媒体一个脸书专页 说SeagamesOfficial发布了一则贴文与视频 谴责了大马球迷竟然高歌嘲讽 新加坡是狗 并且质问这是身为东道主代客的方式吗 此天为一出 瞬间引起了新马两国网友的热议 以及相互的嘲讽 虽然谩骂声不断 但也有网友质疑该影片的真实性 因为类似的影片竟然也在YouTube上被收获 但发布的日期是在2012年 对此百格向在赛会现场的 新州日报记者求证 记者表示大马球球队的后援军团 会用唱歌来喊话打气 但由于现场空阔 记者无法确定是否有出现新加坡狗一词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 当天晚上的比赛过程 并没有发生不愉快的事故 接下来大马足球队将会对垒缅甸队 争取进入四强的机会 想要直到赛情尽请留守败革 新闻到此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